最無聊的笑話 你是瞎的嗎? 或者是瞎人炒飯 我覺得不好笑 這是硬講 尤其是這個Vocal還唱得不錯 對 他應該是 應該是ABC吧 唱中文的感覺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那個是有他獨特的那個唱腔 他不一定要做饒舌 他唱真正的流行歌 也是會有他一種自己獨特的特色 現在好像就是很多Rap 或是說現在的歌手 大家都會習慣 就是把歌曲變得短短的 一個歌差不多兩分鐘到三分鐘之內 就結束了 我覺得那個是一種 我個人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個是一個時代的轉變 那像我們自己在做音樂 可能常常會拖泥帶水 還要來一個前奏 好聽的前奏 然後一個什麼樣的尖奏什麼的 其實有時候一種氛圍 現在做音樂一種氛圍 就直接來啦 就像你們的節目一樣 這個歌手他這樣子做 這樣聽非常舒服 非常非常好的 但我真的不想爭吵重�u 對不起了我想被你重�u 對不起來我想被你重複 好老師來 好我們針對這首歌 在整個歌的進行 是比較新時代的一個表現 分段的段落 可能會比較像現在的方法 那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 有分段的部分 可以再清楚一點 就是說可能主歌副歌 因為他的音域其實沒有寫到很寬的音域 我就聽到是 我比較沒有聽到就是 他的hook 如果有一個hook 會更多元的部分 那個劇情可以有不一樣的表現的話 其實會讓人更能夠 進入他的這個歌裡面 但整個歌我是覺得 就是一種聽起來 是非常舒服的一個小品 取消了期許 像這樣 就跟著 好 聲音我不管他是誰 我覺得他聲音非常的抓耳 就是很能夠很快速的用主歌 讓人家靜靜的去聽他的聲音 你的配器少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聽到自己的聲音 而且他開始是有比較淡的方式去演唱 然後在最後副歌前的一句 然後再慢慢的整個在爆開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層次的堆疊 這樣的處理音樂方式是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樣的處理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歌 在聽覺享受算是蠻好的 我覺得就是因為通常我們也有時候會玩一個遊戲 把一個大調的歌轉成minor的歌 就是其實是還蠻有趣的一個編排的遊戲這樣子 你在一個做minor的一個表現 或是一個節奏的呈現的話 就是可以做再更不一樣的變化 我覺得這樣子這個歌層次會更好 如果說層次做出來的話 其實還蠻好的 尤其是這個Vocal還唱得不錯 對 哈哈哈哈 第一句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我只想把我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的希望 我很希望說我有一天我可以真正開車 所以我就會想說我可以坐上車子 然後開車的那種感受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去嘗試 開車打高爾夫球 釣魚或者是人生的生活狀態 因為看不見 你看不見你不能鎖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你雖然去做這些事情 也許不一定可以做得好 但是你自己可以去感受 我可以跟大家一樣 我的生活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最喜歡的生活模式 就是我常常有休假的時候 我都去看電影 就是這樣啊 因為這就是我嚮往的生活 也是我自己很私底下自然的生活 我最喜歡的第一個人就是 我看不見你 最無聊的笑話 你是瞎的嗎 或者是瞎人炒飯 我覺得不好笑 就是硬講 有些梗就是覺得 小朋友啊 或者說一些人啊 就是硬講 像我們那個沒事的 因為我開那個黃色計程車 那就變成是消防車 對 就是硬講 你會覺得很好笑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理所當然的一些 我叫消防期 所以用什麼車 什麼消防局 都OK啦 如果說商演的話 其實就是可能會在後台 就是發發聲啊 就是發發聲啊 什麼的 如果是演唱會的話 做大演唱會的時候 我可能會在後台做開合跳 因為演唱會時間要唱比較久 所以你身體有熱能的時候 有體力的時候 有開的時候 你的喉嚨自然就會開 所以你整個演唱會唱起歌 就會非常順 小時候最常玩的遊戲就是 馬仔 然後還有打電動 因為我小時候還看得到一點點 以前那個馬仔跟電動玩具 都是在鋼仔店那邊 然後會擺幾台那個電動 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什麼跳格子啊 捉迷腸啊 其他當工啊 我們都有在玩 小時候打得不錯啊 我小時候那個快打旋風 還有那個雙結龍啊 什麼的 我覺得還打得不錯 前陣子還有人送我那個月光寶盒 那種有很多種遊戲的那種 對 然後我就放在工作室 放在錄音室這樣 長大以後 那個Wii出來的時候 我有玩一陣子 然後我發現 我打Wii的那個保齡球 保齡球的那個電動還玩得不錯 最近Switch的那個網球 我也打得不錯 網球是這樣子 它會幫你控制 譬如說你要發球的時候 它會 然後你就 它還有一個拍到球的聲音 有沒有 然後你就聽看看有沒有過 我是抓 我用時間差去打電動 就是因為曾經看過一點點 所以就會想像說 就是球過來了 然後我就會想像 我是在網球場打球 我覺得對運動的那種電動項目 都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正年輕 做自己喜歡的事 是一種非常好的享受 好好的 就是真正把一件事情做好 這樣就值得了 那鼓勵大家也鼓勵我自己 謝謝大家 沒錯 打給大家 你 有一種 我們 成功